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每天当年都是最早到最晚走 即使工作到再晚 经常都是到半夜三点以后 但是早上八点半以前 一定要到办公室 九点上班 为什么呢 因为早上起来 你要来这边 你要开冷气 你要热机器 这些机器 因为它都是用真空管的 所以它就必须要热很久 等机器热足了 录音室 我的师傅他们就来了 开始上班 我们就开始在这边工作 因为这个画面前面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录音室 当我当助理的时候 我们知道宁英师傅 他们进到宁英的工作间里面 他还有一个小房子 因为我看不到他们在 用什么在做东西 所以我只有自己看着 看着萤幕画面 同步在那边模拟 那我是自己自学 踏上这个领域的 很多碰到很多声音 你不晓得 它是用什么东西 做出来的时候 你要去问那些领域师 说真的 他不会告诉你 然后后来想通了 就是利用它 做完一段休息时间 你就跑进去 看到底下摆的是 什么样的器材 然后自己把它记下来 然后自己去摸 你看这声音对不对 然后记熟了之后 然后你就看 你就知道 你要做这个行业 这个东西领域的时候 你的专注力 你的反应能力 和你的动作 都必须很精准地 一次做到位 因为你做错了 很麻烦 这个影片 它必须要倒回来 从头再来一次 因为各位看上面那个画面 它那个影片 它没有摆在上面 它是打循环的 说做错了 就整个要倒回来 再来一次 你不但会被人家骂 因为做类比时代的时候 里面有三四个 你已经实在里面做 你会被人家骂 所以就训练我们 就是说不能出错 不像现在数位化之后 做错了 它只要前面两秒钟 看起来很简单 反正大家都疏忽 无所谓了 那我们就是在那种 不能出错的环境里面 来训练自己的 在台湾早期 大概五六零年代的时候 一年有两百部的电影 从事这个宁英工作的 它有四个团队 然后做宁英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行业 但等到台湾新浪潮之后 电影逐渐就开始走下坡了 然后就跌到谷底 同步录音的兴起 加上数位化之后 宁英这个行业也逐渐消失 宁英的师 就失去了他的工作 现在做宁英的 他只是个工作 已经没有专职的宁英师 讲起来是蛮辛苦的 我之后还有碰到一个宁英师 他后来以开计程车为业 然后有工作时候 有时候会找他来帮忙 但是很可惜 他也在五六年代过世了 之后我再也没有碰过 这样子的宁英师傅了 那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呢 经常就会有人问我说 师傅请问一下 你的鸟叫声音怎么做 你的车子声音要怎么做 其实呢 我们知道 做效果它分为三种 第一个就是环境的声音 风声雨声 蟲鸣鸟叫 它属于环境的 第二个是音效的声音 汽车声音啊 火车声音 飞机声音啊 或者是枪炮 爆炸声音 第三个才是拟音 拟音就是 模拟影片上 演员的动作 做出声音 但是我们不光是要模拟它 我们要做出 有一种真实感 然后好像有一种 生理其境的感觉的声音 然后你既然会做声音呢 你就要懂得去 收集很多的道具 你来做声音 那早期的垃圾可以落地 那我经常就会去 到垃圾堆里面去捡东西 因为我们知道 只要能发出声音来的东西 就是好东西 因为每个东西呢 它因为器材不一样 所以发出声音就不同 里面还很多东西都是什么 儿子大 我们家里面 小孩大了以后 用不到的 我就整个搬到 搬到办公室里面来 包括我自己离开之后 我东西都没有带走 整个都给他们了 我都没有再用了 然后后面 虽然我还在做声音 就是没有办法捡垃圾 就到什么 到二手市场 去捡你需要的东西 因为我们知道 你要做声音的时候 最怕是说 你找不到器材 找不到什么东西 你来模拟那个声音 所以我们多准备一点声音 摆在那边 然后你就 跟平常没有事的时候 我们自己也会在里面 找一些声音来 自己在模拟看 我们知道 灵活运用很多器材 你就可以做出 各式各样 不同样的声音 然后到了 数位化之后 那很多人就说 电影数位化 然后里面的 音效库的声音呢 就会取代你 你会失业的 其实不会 为什么不会呢 我们知道 灵它是纯手工制作 做出来的声音呢 它有感觉 有感情 而且它有层次 因为我们要对着 影片中画面里面的 演员的喜怒 哀乐 他的表情 来做这个声音 这是音效库里面 声音它所没有办法做到的 所以我们是不会被淘汰 灵是不会被淘汰的 加上很多声音 也是音效库里面 完全没有的 比方说 哪一年我在 有一部戏里面 它刚好有个蟑螂在爬 导演说 你给我做蟑螂 蟑螂的脚步 我知道蟑螂有六只脚 可是脚步 你要怎么去做它呢 导演说 我明天我都不在了 我大概一礼拜日才回来 你要先给我 声音要给我做出来 让我安心 在里面试了个半天 看什么可以做的 最后我就拿 找到 他们刚好有人在 用吸管在吸饮料 把那吸管剪成嘘嘘 做出 剪成嘘嘘状态 做出嘻嘻刷刷的声音 当你说这声音很好听 就用这个声音了 还有去年有一部电影 叫什么 自画像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 你们有想被挖眼珠子的声音 因为到市场里面去看 猪头太硬了 眼睛也好硬 鸡头太小了 就用买一只很大的鱼 也没有刷就带回来 用手去戳他的眼珠子 抠他的肉骨头 把他的筛 因为整只的嘛 里面有那个血水都在里面 粘稠稠的 就变成说有挖的 有抠的 有拔的 那个血水声音整个出来了 导演说这声音好 录音师讲这个声音实在 好恶心 因为到最后画面呈现 就是一个黑幕 就是让观众去 凭这个声音 就会发生一个想象的空间 我们知道 你要创造一个声音呢 一定要这个声音 要栩栩如生 要大家能够认同 那我现在就来介绍几个 做声音的一些 我们平常模拟的声音 我先介绍一个 那个好了 我们知道早期在那个 在西方 他们都是用那个芹菜 来做那个骨头声音 或脖子扭断那个声音 台湾早期都是 我们都是用筷子 一把筷子拧那个它 但筷子有时候很容易 发出不了声音 那我自己呢 就是在那个过年的时候 吃那个龙眼 这个龙眼 你把这个每一个龙眼 把它凹一个洞 因为它比较好 等一下它比较好压 发出那个声音 结果就跟那个声音 骨头声音一样 那我就用这个做 这个声音就出来了 然后去年 去年的台北电影节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罗马尼亚的音效师 来跟我做交流 我们在上面很多交流 我告诉他用这个方法来做 我说因为你这个做完之后呢 你这个果肉你还可以吃 很方便 因为你用芹菜的话 它有季节性 你不见得有嘛 这个做 我知道他走的时候 他们去南北货买了一大包 他带回去了 那我现在 做一个这个 这个是以前的师父 就交代我们做的东西 我看以前师父做 就做什么 鸟飞 就是用一张纸 把它折叠 把它手摆在里面 当然只是用小鸟 就用这种 鸟就把它飞起来 你有很多只鸟的话 找两三个人 这样一直大拍打 你群鸟就飞了 群鸟就飞了 其实不光这个 Discovery 它很多那个小鸟 其实也都是用这种做的 因为我们以前也做过这种东西 水鸟踩在水里面 都是用两个手折 水里面 踢去刹刹的 因为你近距离 你拍不到嘛 你要做声音的话 就是要靠这种佛理 大家来帮忙 才能做出这个声音来 这讲起来都是很简单 这是什么 这个是一块 那个保力龙板 保力龙 保力龙 我们知道很多声音 其实你要做一些很奇怪 就是嘀嘎嘎 发出很那个 很刺耳的声音 你拿保力龙去刮那个玻璃 它就发出那个 很刺耳的声音出来 那我们是拿这个来做什么呢 就是说早期的时候 以前早期的时候 我们知道 农村里面挑骨子 用担子挑骨子 挑的时候 你不可能说 让它那样挑 光那个脚步声音 感觉到 好像缺少了个什么东西 如果说你把这个声音 加上去的话 它在动 左右晃 你配合它那个 左右晃 你就把这个 一个声音一个声音做 它声音就整个就出来了 或者你可以做很多 弄椅子声音 你可以把它弄长一点 那个椅子在那边摇晃 做这种东西 就是声音去创作 就是靠自己去花灰 去想象 然后最后 我给各位做一个东西 这是一块帆布 看起来很简单 因为上个月 有一部那个微电影 它要 它里面有打斗的声音 它是找 它不希望用那什么 音效库 那个电子音效来做 就是它后来找到我 我说好 我帮你做 我做歌手 什么叫歌手呢 我们经常 你看人家里面 不管你是以前出现 打斗片 就是两个人 手这样子 碰来碰去的时候 你就用这种东西做 这种去拍 你觉得声音厚的话 上面可以在电影上 让声音更厚实 就 早期的电影 其实我们都是用这种做 因为现在是 没有人在拍武侠片 没有在拍那个 其实打斗片 也都可以做 只是说大家现在 喜欢用电子音效 但电子音效 有一个坏处就是什么 比方说人打拳的话 打你的话 可是它可能 非实拳打人的脸 可能实拳都是 双双双双 都同样的声音 就变成你没有变化 没有感觉 所以不会说 用人来做出来 声音好听 所以就这样子 现在已经做完这个 也告诉大家 声音从哪里来 声音怎么找 我去年的 我之前看了一部 就是音乐大师 版本龙一的 就是纪录片 版本龙一就是 做末代皇帝 跟神鬼猎人 那个音乐师 他在丛林中 他眼睛闭起来 听那个丛林鸟叫 走在枯叶上面 拿棍子去敲打一些器皿 用手去触摸 那个瓶罐 让它发出声音 我说 这个不是我在 你找声音的时候 我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吗 结果 就要找声音 结果大家都从事 都变成都是一样的东西 当然我是不可能说 跟音乐大师相比了 只是说我在做 做声音的时候 我会在 让声音就是产生变化 会有不同的感觉 在走在枯叶上面 我会加上一点枯枝 让它有一种 被踩断的声音 就让声音会有变化 我们知道 你走在那个水泥地 或者是那个 薄油地上的时候 一般我们听到的声音 就是啪啪啪啪啪 没有感觉 没有变化 如果说你在上面 撒一点那种 粗的沙子的话 偶尔让它 那个脚步去踩到沙石 它就会有变化 产生变化 你就觉得 这声音就很好听 有感觉了 那我早期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从事林荫 这工作是非常辛苦 那很多人就是因为 这种长时间的工作 没办法去熬夜 没办法做什么 他就放弃了 那我呢 我知道 我自己一直没有放弃他 然后我知道 因为你学技术 学到最后都是你自己的 别人偷不走 所以在我公司结束的时候 我也是一样 能够继续在这个工作舞台上 继续奋斗 而去年 还获得那个 金马奖的肯定 获得就是 年度结束工作者的表扬 谢谢 因为 从事林荫的工作呢 最大的魅力的 就是我能够在影片中 能够创造各种不同的声音 四十多年来 其实我也做了好几百部的电影 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然后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 就不会觉得辛苦了 一切代价都值得了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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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